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没跟着佩特一传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个市场上 除了crypto.com 那还有哪些有机会出现问题的 我们也稍微跟大家讲到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CZ在这个地方 在这两天被大家当成是一个剑靶 好多人觉得说整个市场 现在跌下来是因为CZ的问题 那以及CZ他自己今天想要做一些事情 看能不能把整个的环境变得更好 那除此之外整个NFT市场也出现一些变化 我们带大家来看 那第一个 请带大家来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有人讲说市场上抹茶跟bybit 是否出现了几月 我稍微在这推特这边找一下 抹茶跟bybit 那感觉似乎在这个地方 有人这样子谣言 但是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讲说抹茶 bybit 都出问题 目前似乎都还可以提 那我们昨天其实有自从crypto.com 这边出现了这个大笔金额 在不同交易所中间 这个会来会去 主要是为了做snapshot 去做快照 然后确定自己公司的交易平台里面 有足够的资金 并免几月 但被点名的这几家 除了bybit 抹茶 kucoin 那get.io 那这些都是大家常用的一些平台 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到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你的wallet 没有 有wallet里面呢 就是你没有自己的私要的话 代表你这个资金就不是你的 所以建议大家在很短时间内 赶快把你们自己的 这些所有的资产呢 先拿下来 那这边讲说客户挤兑压力非常的大 那对方 对手的流动性非常的紧 说有钱赶快提啊 那我就是我们刚刚讲这几家交易所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重要 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做这件事啊 那第二个就刚才讲到 这几刚才呢下午的时候 整个市场忽然间往上涨了 那我觉得很大一件事情是 cd在这边发了一个推文啊 他提讲到说 to reduce further cascading negative effect of the FTX finance is forming the industrial recovery fund to help projects who are otherwise strong but in the liquidity crisis a more detail to come soon in the meantime please contact binance lab if you think if you qualify binance这边希望有一个市场上一个基金呢 这个基金是用 但是binance自己跳出来 来发起的 这个基金希望有办法在市场上一些好的优质的项目 或者是平台 如果你本身非常紧急 有所谓liquidity的这个短缺问题 流动性短缺问题 这个平台有办法出来支援大家 那这个当然是binance 就是cd自己跳出来做 在这边其实我觉得大家 还是需要点信心嘛 毕竟这整个比科币从2万2跌到现在 今天也跌破1万6 虽然目前为止价格应该有反弹在1万6以上 但是前景暂时看起来并不是太明朗 那这边有人回啊 说 how would ftx have this qualified as a strong but this and liquidity crisis 他说这边有一个人回他叫做crypto king 他讲说看起来ftx也是个不错的平台 那他没有liquidity 那到底整个liquidity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啊 那cd这边回他 hey you misread the tweet i think liath frost never qualified as a strong project this is for other project in the ecosystem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早茶 早茶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这个平台或者你这个项目本身 就是一个很好的体质的话 你才有这个 qualify 你才可以有合格 才可以合格来申请 类似这样子一个 等于是流动性的资助 或者是流动性的这个帮忙 那另外这边 阿萨卡 阿萨卡这个 Tradio account在整个业界里面 算是比较有名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他讲说 the folks over the financial time has always been the shitty excuse of the journalism 就financial time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对这个crypto 不是非常友好 他们写的东西都是很偏激 就是很偏差 expecting cities a lot of this misinformation campaign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for mainstream so for mainstream media beginning to acknowledge of the SPF was the uh trudge trudge horse okay for hyperregulation eradip 他讲说financial time 这篇文章 其实就讲到整个SPF的状况 感觉就像一个 特洛伊木马城市一样啊 特洛伊木马城市 植入这整个 这所谓的监管这块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 他讲说financial time 直接讲到 呃CZ就是Binance的founder 那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他让这整个FTX自己去 破产 那没有去出手援救他 那这边讲了一些 就说因为CZ本身的问题啊 所以FTX才造成破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偏妥啊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整个市场上FTX不是只有 SAM 一伙人啊 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啊 那除了当然他本身 他们当初在 整个不管运 营运整个平台 或者是他们做交易 liquidity各方面的问题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们动用的客户的钱 以及那他们在整个不同的 公司之间 资金流动的不明确 以及他亏空这个客户的资金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啊 我就算是Binance没有跳出来 说哎我要卖你的FTT 那其他人也有可能做这样事情啊 特别是Binance也跟他们聊过说 哎你们做这些事情其实是不太 符合 这个个不太符合行业里面的规矩啊 那虽然大很多人都这样子做 那Binance不愿意这样做 那这个地方也被他们拿出来做个攻击啊 我们看一下整个市场状况 比特币从16000 目前为止16600 那今天在一个平盘 这个地方其实今天从 我看一下大家 今天24小时 市便是从17900 那 跌到15900 跌了2000点 那之后 这个cd po了这个所谓的liquidity funds 之后呢 那整个价格往上拉 目前为止又涨到了1万 1万7左右啊 目前在1万7到 16500到17500之间这个地方盘整了 Bitcoin的部分 另外跟大家讲讲整个 NFT的市场啊 今天有几个新的消息出来 Other side 对于这边他们出现一些问题 不是问题 出现一个新的update 这个是谁 大助我来看 这个是10kdf 10kdf的这个 Wagami-san Wagami-san We are gonna make it son We are gonna make it son 他捡到了这个 Don't drink的这一块瓶子啊 那今天其实最大的新闻在 NFT里面应该就是 Other side D跟10kdf这边合作啊 10kdf大家都知道后面 最主要的founder其实就是 Beebles 那还有Burness 那Burness Burness就是做 Wolf game的这个项目方 以及那他们后面 除了本身自己做这个所谓 design相关的东西 那他们也跟 Gucci合作 那他们后面已经有一部分是跟时尚 产业合作 那他们现在其实也要进入元宇宙 金元宇宙他们就是跟 Other side D合作 我们来看一下NFT的部分 NFT这几天其实大家来看哦 虽然整个量并不是这样大 第一名的量在目前为止 Mewden是300 那Other side D220 Other side D220 我讲的是East的交易量 那Burness 220 Moon Bird 96 Other side 这边是10kdf94 但如果你看价格 Mewden Mewden跌到了10个East Other side D0.95 Burness跌到56 Burness好久没有看到50 上次Burness看到50 应该是好久以前啊 那看现在目前为止Burness在这个地方 50上看到50应该是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去年年底啊 去年年底 2021年11月多的时候是50几个East 那之后超过50个East Burness就没有超过 就没有看到50 现在Burness掉回50 另外这边还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谣言呢 Burness他们后面的Fund 那跟FTX也是有一些关系 那FTX也早也是投资Burness 这个YukaLab那里面 也是其中一个投资人呢 看起来影响不大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这几个项目有什么 除了我们刚刚讲主流项目之外呢 上之前跟大家讲几个 我觉得有一个趋势 就是日本的这一条线 日本NFT 日本NFT没有受到这一波的熊市影响 你看像是Crypto Ninja Partners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他发2,2,722个5月份发的 没有受到整个NFT 甚至市场的影响 他现在是3.469 那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日本人对他们自己本身认知的 NFT跟他们认知的喜爱的东西 他们其实不太管你市场好或是不好 他说他会一直往上涨 他就一直往上涨 你看如果我们看这个7天前 我看拉久一点吧 我印象中这个NINJA大概是0.9到1亿左右吧 你看这个10月15号 我们如果拉一个月之间 10月15号是0.95了 那他其实这边盘1.5左右 在11月7号左右这个地方 突破了前一个高点 大概是2亿之后 就直接上到3.4、3.5 就3.4、3.5这边盘呢 大概一个多礼拜了哦 那看起来这个项目一直持续 有机会一直往上走啊 那除了这个Crypto Ninja Partner之外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Opanda Party啊 Opanda Party是一个非常夸张的项目 我们讲在0.3呢 0.3的部分 我们有朋友在这个地方买 然后在1之前都已经出掉了 那我跟大家讲说 0.3的地方涨到0.7 拉回到0.5是可以进场的地方啊 我自己也是没有啊 我自己也是没有 只是我看到这个趋势 是看到这个量 以及他后面的community 是一个非常扎实community 他从 从 11月7号0.88突破之前高点之后 上一个ease 我讲说上一个ease就回不来了 上一个ease这天来到1.35 那再来的低点 其实在11月9号跌到1.05之后 这边的高点来到1.99 1.95 我将近2亿 2亿这里 在11月14号回到1.46 他等于这个是一个 一波两波三波 他这个地方做三波之后 他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Opanda 这个Opanda也是这个 日本的第一个是日本项目 第二个他是发一个10 k是1万个 那如果没记住他当初 非常发出来是非常非常便宜吧 0.003还是多少 那之后呢 他一直往上涨 那最重要是 因为他本身后面是一个tiktok 的人家做出来这个icon 那IP本身已经很成熟了 那来NFT之后是一个暴涨 所以我觉得这波日本 我不曉得这波还有几个是日本相关的 NFT 如果大家就看到这种小小的 可爱的这种NFT 如果是日本的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成为下一个重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先往下走 这里面类似这样的日本NFT 我这个是一个meta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如果再来 我们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项目出来的话 大家一定要 稍微要注意啊 那再来这边有一个 推的账号叫做TEN 这个TEN这边提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边跟大家分享 他12个小时之前他讲说update 他说 ad this to NFT startup reported not affected by FT exploded 他这边讲说 NC Infinity Flurf Moonbirds Parallel Guard of Guardian Pixel Vault Planet Quest Wolf Game Rhythm of Bib Lothea Bibothia OK 这些项目是什么 这些项目其实好多通都是NFT 就是FTX后面有投资的 那FTA投资之外 但是他没有实际上受到整个FTX的影响 那这边有讲说 有一些是no fun in FTX 有些是fun in FTX 因为之前有大家讲说 you got lab 这边也可能 本身apps的这个fun 有一部分是放在FTX里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出来澄清 是不是自己手头上的NFT的这个项目平台 跟FTX有一些影响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讲到 第一个you got lab 是不是not impact Azuki 有90%in the bank 那后来 some in block fight 然后coinbase and cold storage 那另外 moon birth not effect artifact clonex not effect 都是没问题的 Doodles没问题 Cookat 也没有问题 跟FTX没什么关系 Appleji Penguin 但是他70%的USD in bank 20%USDC in multi-signature 10% eat in the the other safe 另外这个pixel vault 跟FTX没关系 那thirt没关系 这看起来这些主要主要我们认知一些蓝筹项目 感觉都ok 没问题 那animator brank 这边讲说他们当初有少部分跟FTX有一些交集 这边有一个2亿1400万的cash 那一个9亿4000万 digital asset 那animator 不是animator animoca animoca 是我们知道在整个的NFT跟元宇宙里面最大一个品牌之一 那这边他也特别挑出来跟大家讲说 哎我们这里目前为止跟FTX没有任何的这个瓜葛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整个币价好了 比特币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比特币从21,200一跌跌破了17,800 那第一位来到了15,600 离到5,600之后这边回挡 来到17,800 我跟大家讲回到17,800之后有机会再来测试这个15,600 结果测试15,600接近15,600 低点来到这里15,800左右 那CD又出来讲了这些话 那价格持续比特币 然后反反应反涨到17,200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只是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下休息啊 后面其实还有东西还没爆出来 我们再拭目以待 我觉得这个整个价格还是有机会回到 来到14,000甚至更低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ease的价格 ease的价格也是从之前的高位 由1700 左右 那一整个一波这样下来啊 一波下来最低跌到1074 那反转 来到1300 那之后我们讲说再重新测试 1080 1075 到1080的中间过程中 他其实中间跌到1170 那目前为止在1250啊 那我觉得他的地方的盘整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持续往下走啊 虽然有一些线上数据讲 比特币应该有机会在未来的 短时间之内有机会见底 但是这个数据的时间走不长啊 他是以日跟周为主啊 所以短时间之内其实你看不出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说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你想去捞底 那我觉得还是以这个所谓分 分码分柱慢慢慢慢的进场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买在最低点了 但是如果有办法买在相对低点 时间长 对我们来讲都是有机会的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讲不错的话 请按赞转发 那感谢所有加入的朋友 请大家别来晚安 再见拜拜